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甫 想要带小孩出门 选择寓教娱乐的地方 南加州有一间博物馆 去年将儿童博物馆重新整修 不但多了相当多的设备 最近还有特别的活动 适合带小朋友听听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南加州保尔博物馆 去年儿童馆满20周年进行大整修 增加了相当多的高科技软硬体设备 与互动媒体 让小朋友们可以借由亲自体验探索 激发想象力 并且认识古文物的历史 受到欢迎 上周末保尔博物馆 特别邀请到了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 同时也是获得故事大王美名的 卡门迪迪现场说故事 许多慕名而来的小书迷们都相当兴奋 特地带着他的著作签名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他们这是一个到现在纽约时报 这种还是前五名的儿童作者之一 他讲的故事连我都非常的喜欢听 刚刚他对着我们这一群的小朋友呢 讲了两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精彩的声音以及内容呢 让小朋友非常投入 刚刚我看了20分钟的演讲 跟小朋友讲故事 没有一个小朋友 有打瞌睡 也没有一个小朋友 不专心地注意他 因为他故事的内容太精彩了 它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好朋友 当他们要求你 当他们要求你脚在婚离 你必须喝点咖啡 在他们的衣服 然后他说 什么? 但他老婆说 他会惹怒,你会知道你会说你会说你会会会说你会失去他的身体 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要知道别人看谁你身体,而不是你身体 女儿女儿,你很少现在,但我希望你会记得这个故事 而 someday,当你的心会会, 你会在一旦,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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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旦, 你会見到一个人的男人 你会在恋爱中 不要忘了 咖啡 找到谁这人真的是 你会有一个好友的朋友 我们现在有一个展示的展示 《Once Upon a Time Exploring the World of Fairy Tales》 有七个小典的发展 在 Kidsium上 孩子们可以接触和 孩子们可以帮助他们 快要快要教育的故事 我们也有艺术的艺术 这次的活动将到8月28号 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钟 他们还有精彩丰富的夏令营队 适合孩子参加 更多的讯息欢迎上网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